嘩,糟了,不知道桌子如何弄 这样弄这边,不可以的 不可以的,不可以的 Hello,我是沈胜轩 You are watching TOYS TV 好,玩具TV转瞬间又回来了 第26季大结局 刚刚投射,是的嘛 刚刚刚讨论了一些关于海洋公圈的关系 记住明天留意我们的直播 几点? 报清10点 OK 入场可能10点半才开始 大家暴露这段时间 如果想看达学院老师的风采 记住看着我们玩具TV 好,回来的就是Command Rider 坦白说,本身我相信今次介绍的 Woken Lone Wolf 孤狼 嗯 其实在这个拉打来说受欢迎程度 我相信不算高 是,因为已经是一个很后期很后期的一个形态 是,叫做最后 是 战斗力我相信它绝对不会被Zero 2 或者是灭亡信蕾差 竟然强到这样的地步 但是很抱歉,它出的时间就不多 是,很短的 如果大家有看电视版的01的话 就会完全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是,因为这个好像是最后的番外片 是,还要是 壮烈地 今天都有一些简单的说明 那我不多说了 直接看一只 叮叮叮叮 当然了,是完全没有说明书的 Bye Bye 配件非常之多 齐了 手是吗 手平时你看到都有一打的 是 六只 哇,这次因为它换了个Zero 1 Driver 连它的招牌把枪都没有了 真的 我把手枪都没有了 好,整件事真是一流 不过 好坦白说,我是很喜欢这个角色 嗯 当然除了本身不破间 但它对我来说有些魅力 那种死前烂打 不怕受伤 豁出去的那种 叫男子气概先 之外 本身 真是整只枯狼的设计 我是很喜欢的 是 多谢 多谢 我先来 多谢 多谢 Ricky Thank you 转一个圈子大家先看 都顺便 如果大家没有看到《滅亡信雷》的话 我就不断说一说 两个与这个《滅亡信雷》同轨于盡 完 对了 真是坏 本身如果真的有看 真是《滅亡信雷》 刚出场的时候 其实已经将这个CEO 一拳一脚踢死了 不可以说暴走 因为他们其实已经吸收了《滅亡信雷》四个人 他有他的目的就是想将这个 那个《滅亡信雷》的组织叫什么 《滅亡信雷》的组织 好像是 《滅亡信雷》的 好像是 我已经不记得了 但我尽量只是靠记识去想 就是 还有你说那个社长是不是黑色的千奇 对啊 就是那个美国来的那个 对啊 想取代阿千佬 都不是取代 阿千佬是他的下属 对了 他真的是CEO 过来好像要取代了他的位置 他那个拉打没有出到SHF 是 转色 其实我喜欢CEO的那个千奇形态 黑红色的 那个人是吗 对啊 都漂亮的 好了 今天不断转了一个圈 还有现在谢谢Walka 和我打灯之后 你会见到 今次《滅亡》的Color Tone 是用了金属蓝色的 当然主体都是黑色打底 另外他也用了银色和红色 做这个间线 令到看上去的情报量是非常之平均 很多 还有很那形 是的 因为其实都有一点习大成 因为其实他这种 即是那些红露呢 其实是灭亡顺雷 他们那种盔甲的形状 是的 再加上CEO1的腰带 再加上他自己的狼样 腰狼的 是 拔出来 进行啦 这次这个就好了 那些改造屋的那些 就没有机可乘了 对了 就没有机可乘了 对了 很漂亮 还有印象在上面 信雷.NET 如果大家有留意这个ZERO1的话 都知道本身灭亡顺雷的实力是强到什么地步 但是竟然这一个 不破间 他装着了成为了这一个狗狼之后 竟然可以和他同归于盡 都可以想到这一个实力是极高的 刚才说完这个外观大致上就 因为这次介绍很简单 我真的想想它的可动性 我还可以 而且造型真的很漂亮 很漂亮 对了 可以看回 close up 由头掃回去 你就会看到这次的设计 非常吸引 还有其实本身 它金属蓝之外 后面用了一个银色打底 一些透明位也都出得非常不错的 当然ZERO1的腰带也是应记一工 ZERO1的设定 好像德哥之前也说过很多次 真的没有一只是很难看的 最难看的就是它的初始形态 最普通的 每一只都漂亮 它的正义劍尺虎也很漂亮 好像没有拿过上来介绍 Anyway 有机会 好 可动性 其实大家如果有玩开 ZERO1的老爸叫什么 我忘记了 Walking Hopper 他的身体是Walking Hopper 是的 所以变成了不会有什么很大问题 看到头的可动幅度也很高 左右不用担心 手教又如何呢 你就会看到 本身我相信普遍SHF的肩头 或肩膀位 都会用这种胡蝶关节 令到它移动的时候 将它的干扰减到最小 所以变成了 就算有这么夸张的肩膀位 它的可动关节肩膀向上移动 都会有90度 这下真的很厉害 很漂亮 另外一些银色点绝的边 一个接近可以对摘的手肘 这个球形关节大家都玩开 所以基本上 如果纯粹说这个可动性 上半身 或者叫做手旁位 都是不需要担心的 它虽然这个位置没有特别 再做多一个关节 但它里面的波装位 已经令到肩膀的可动性 比一般的好 腰 好腰好肾好男人 师兄说听闻K先生有意开发新版 黄面超人 是谁K先生 我想是股先生 哇 还有这里 我很想看看这里 它后面皮衣的肌肉纹 很漂亮 我想说现在的SHF 其实不会比 真骨 差几多 这些三文 这些奏捷位 这些多漂亮 背部 Krish Cho 师兄说 不明白Zero One作者 为什么要不破上天堂 是啊 我说了整部电影结果的 是悲壮的 你问我 但是 我也挺喜欢不破间 而且好像有点 其实不需要 我觉得 不知道 回答不了 看见本身向前抬腿 所以同时 尽多是90度 或者可以踢高一点 那你就会见到本身 就着这个股关节的内扣 它的横切都会在大腿位上 当然 当然 你会见到 在后面的 脚刀位 就知道它这样跪在这里 也不会有问题 挺漂亮的 是 是 前面 你会见到 它已经不是叫遮丑位 它将这个膝关节 这个Curve 是做得非常漂亮的 所以 变成了完全 不会觉得痕 脚腕鞋头 也是可以 摺到上去 90度 所以整个股关节的可动 又可以玩一下 咦 又再弄个 LIDAR KICK 新那套 刚才那套 LIDAR 什么时候看? 好像没有消息 看过的片段 好像都记得 我看了最初的29分钟 我已经尖叫了 真的 两位嘉宾有没有看? Shin Command LIDAR 最初29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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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看了最初2分钟 刀级人 开车追逐 还有很多血 那个 对 我看了那套 接着有师兄问 by the way 有没有support素海林 这些我们就要过程再说 不,不要紧 我们转一转台转 换句AV 对 要过12点才说 各位准备定一打tempo 你用tempo 不差再说 说起来 身材一般 大家最开心的 是听到一些很贴地的广东话 即是同声同气 对 你的亲切会被Yamade 以估那些是更加亲切的 不好意思 我们在说换句TV 回来了 看到这么漂亮的 拉得卡的姿势 就知道这首可动性 究竟去到哪里了 喜欢的就一定要买 不喜欢或者没有认识的 喜欢拉得卡的都要考虑一下 但是呢 就真是这次 妹仔大过主人婆了 嗯 不破的方式好像都出来了 是啊 但是呢 人呢 就还差一 还差两个 白色 白色那个还没出 还有谁还没出 拉 不是啊 她已经说 我忘记了 因为我初初还还在想到现在都未到手的 02 是啊 02也算是 是啊 是啊 就是02 还有白色的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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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就真的很喜欢 是啊 真的好漂亮 是啊 很坦白说 你不要只是计 平成超和 令和 这三个年代都在继续 它都是责在顶端 没错 转头见 中文字幕里面